嗨 大家好 我是Lulu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除毛小秘诀就是 因为前几天我们去新竹参加台中的詹米可老师 还有新竹的佩佩老师就是宋佩老师的一个分享会 那他这个分享会是针对不管你是正在创业工作室的美容老师 或者是只要你是技术者都好 我觉得在店家的经营上我觉得都非常棒 那之后就是可以锁定我们的一些消息 然后因为之后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开这样的交流课程 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参加有空参加的话 我觉得都对我们都有帮助 那因为佩佩老师有分享一段就是说在除毛的部分 像以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会取蜡嘛对不对 就是像这个 来因为我们都会避免 因为现在空气很脏我们避免空气会进到你的木棒 那在取蜡的时候就是会你的木棒很脏 那你取蜡的时候蜡里面也有灰尘 你就会其实可能比较容易会皮肤发炎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密封罐 就是不是密封不是非的小密封 就是它是封起来的玻璃罐 那我们要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拿出来 而且我们是拿手套拿出来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 应该现在线上很多技术者都是这样子做使用 我觉得蛮好的 那通常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是这样子 那我们会取蜡嘛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取蜡 我沾到蜡之后 因为我的另外一边还可以做使用 所以通常以前我们会这样子沾着 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利用另外一边再做取蜡的动作 可是因为佩佩老师我觉得它蛮厉害的是 因为它很讲究环保 所以他就说其实顾客啊 因为你在接睫毛的时候 你们会有用到这种叫做油压纸 这种东西 那其实我们不需要马上丢掉 那这个你可以留着 像我们就是 就会对蜡先剪开 当然它是没有沾到蜡的状况 是干净的状况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已经剪到这样子了 我就对着再对着再对着 这样子 所以它会对着到你要的大小 如果说像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想要对着到这样子的大小的时候 我就可以沾取蜡之后 假设这个是新的 木棒对不对 那我沾到蜡之后 我就把它沾在这个上面 那这个的话 因为其实你买这个2000片 其实虽然没有很贵 大概250块左右 或300块左右 可是这个 其实也是一个消耗品 可是如果你把 可再利用的这个 油压纸的部分 就是拿来做使用的话 其实真的很 就是蛮环保 而且又很省钱这样 成本就可以就是 再压低一些这样 那我们现在如果可以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的 小票房你们很喜欢 可以帮我们分享 然后留言 然后我们会送这个 很漂亮的蜜蜂罐给大家 然后我们会做抽奖活动这样子 然后会寄送到 你们的收件地址 跟就是收件的资料 你要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寄到你们的店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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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